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是比较心理是比较多大量的生成跟努力劳动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也受到很多好的作品 在我们很顺利的平均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没有充缺 水平的很高 但是优秀奖是在预算我们要颁的数目比较比预算的小 只能颁五个优秀奖 因为我们要保留我们要求高水平的一个结果 和您一起秀奖 我们要排阅下一次 这些是在土地上 追加热培力的一天 和有时每个优秀奖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请各位一头和你的面 复制时代之前的我们的阅读呢 是个体的文字 包含这个个性的 和风格的和这个温度的 这个你阅读一封信 就像阅读对方的一个心电图 就是说它记录了此时性的活动感 但是呢 这个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 实际上呢 即使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个性化呢 即使被归类的 不同的字体的设计呢 即使在做这个归类和符号化的工作 将这个个性呢 归类的工作 比如说这个打字 打字 过去的时候写到了打字时代 但是呢 母亲可以辨认出 她的三个女儿所给她打字的不同 是因为打字呢 它有一定的这种 人体的参与性 所以呢 她还带有一定的个性 当然书法 肯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 并且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积累了无数的作品和文献 绝对不是五个关键词能够概括的 今天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五个关键词 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书法的视觉图形的问题 这样简短的报告 不可能说清楚书法的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只能选择跟汉字设计关系 较为密切的这一部分来讲述 而且这种讲述也是一个概念的说明 但是这五个关键词 当我说起什么话 昨天晚上我准备了一个晚上 今天早上把所有的提供全部否定了 决定讲今天这个语言 这五个词的话 有可能帮助我们进入数法 感受数法 理解数法 并且早上继续深入思考到 これらは今中心となって 日本で使われている書体ですけども それとは別に 初動的な初号的な書体 外書体とか行書体とか その書体とかという その二つの軸で 民助体五色体が中心で それを補助するために 改書体 行書体 装書体 例書体というのがあるというのが 日本における管理書体の 今の全体的な方法です 那么所以在日本的整个一个 自治设计界里面 一般来讲是以 中国的宋企和黑企为 基础的转换自治之外呢 作为补充有这个 楷书 秦书 草书等等 教科书庭等等 一系列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 企系来组成呢 仿送 是根据宋代课本 是根据宋代课本 是依照宋代课本 仿制而成的 这个字体 所以我们这次比赛呢 的难度 比上一届比赛的中国楷 要难很多 为什么 我们大家面前的 仿送资料很少 作为楷书 那大家面对的资料很多 所以这次比赛的难度 是非常大的 我来看 我看了一下慈海 对仿送的解释 慈海的解释是这样 仿送是一种 一刷活字字体 这是1916年前后 由前唐人 丁辅之 丁敬之 即宋代课本字体 访客而成 这个主办本呢 也给了我们 这样一个 四个论题 我想这个四个论题呢 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就必然是我们 自己的谈话的内容 我们就通过一个线索吧 一个呢 是关于书法 书写 和字体设计 希望能够 思维嘉宾能够再展开 谈一谈 另外呢 是关于字体设计 中的笔法与构成 能够进行一些讨论 第三个呢 是美术字 与印刷字 第四个呢 是字体的复刻 与创新 我想这四个题目 好像跟几个嘉宾的 这个 这个 专业所长 还真的还是有些 有一些关系 当然我们不一定受 这个四个题目的限制 我们可以唱 拍个谈 这个中国字体呢 就是到现在呢 其实 由工作 来分出几个方向 第一个历史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书法 对吧 书法是中国字体的 一个最重要的 怎么说 是一个历史传统 然后呢 从书法 分到现在呢 就是说 基本上形成了两种 我们平时可以见到的 与文字有关的东西 一个呢 就是刚才 说到 就是活字 活字部分 就是我可以估许把这个活字呢 称为这个运用文字 就是说 是可以运用的文字 比如说 我们经常看到 比如说 在杂志啊 媒体上啊 就是说 可以广泛应用的 广泛使用的文字 还有一种呢 可以把这个颠倒过来 叫做文字运用 是什么呢 文字运用 是指哪一部分呢 就是指这个 刚才王老师他们提到 就是意降文字这一部分 就是把这个文字设计成 有文化内涵的 带有图像特征的 这样的东西 这个字体的渲染 在屏幕里面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印刷的时候 在和在屏幕上 我们去应用字体 可能会有一些像区别 那么自己的设计 可能有些 这方面 并且因为技术的原因 它可能会有一些 像因素 因为我这些资料 有些是公司里面的 就是这个 有些是从网收集 所以就是暂时用 用的 就是我用东西来换一下 所以基本的 现在这个微软 跟屏幕公司 他们都用一个叫 次像素渲染的 这么一个技术 对那我也很接受 双眼科技师 对微软的这个 这个批评 我们这个在这方面 做的只是模式 风格不一样 因为我没有 很绝对的对 没有很绝对的对和错 那么相似人就说 当我们在一个 液晶屏幕上 看这个时候 我们看 很单独的 一像素的一个点 它是用肉眼看上去 可能是白 那么实际上 当我们用放大镜 看屏幕的时候 它其实是由 这个红绿蓝 去组成 我想我们这个前面探讨的是 这个造字的问题 那么其实造字的目的 就是为了用字 我记得这个 我看过这个 有一个这个作者 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 叫米兰昆德拉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里边提到这个卡夫卡的 这个书籍的这个编排 他觉得这个卡夫卡的书 在编排的时候 他特意谈到字体的问题 他说这个卡夫卡的书 如果要印的话 它的这个印刷的 这个字体的字号 应该是大小不同的 就是在一个版面上 而且这些文字 在编排的时候 应该根据它的这个内容 做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就它已经是 跟咱们这个通常看到的 书的那种 很同一的那种 一个行剧字句 或者字号的大小 这样形成的版面 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所以这个是这个 我说到的米兰昆德拉 对这个字体的这个认识